HELLO 大家好,我是光頭 歡迎大家又來到光頭騎士日記 那看到後面的背景,大家應該很熟悉吧? 那當然就是高雄的雄本 今天不是要來試車,今天是要來牽車的 我的新車Honda的CP650R已經好了,準備可以交車了 當初試車試一次把自己試進的坑裡面 也算是還不錯啦,就一台好車 接著我們就跟著我一起去交車吧 2樓交車 來台本那麼多次,第一次到2樓來 哇 這台嗎?對 新車就是箱 他真的可以去拖拆你的東西 OK,等一下由我們的帥哥業務輕鬆 來幫我們跑一次正式的台本交車流程 那我們就看一下他帥氣的音質吧 Let's go 好,來 久等了 來吧 從車開始 原則上,車子龍頭鎖 你還是稍微壓著轉 如果你發覺轉不到底 稍微可以拖一下 換一個龍頭鎖 OK,龍頭鎖 那,鎖蓋的部分 就是不拉 你就拉起鑰匙 拉起鑰匙,這樣可以加就可以了 有的話加95就可以了 95 95、98 98 98也可以 95、98就可以 那,客家一點92 跑得動嗎? 可以啊 也可以啦 但是 建議啦 95最標準 喔 台本是95標準 95是標準 OK 95標準 然後 來這邊 側座蓋 以前有沒有看過 很多重車騎士 忘了蓋 蓋後座而飛掉的呢? 有 很髒 有嗎?對不對 那650現在很貼心 就是說 你看喔 座墊如果打開 沒有蓋起來的時候 我這樣子 怎麼抽 都抽不出來 這邊 稍微加壓一下 才有辦法退出來 還要壓一下 對 避免說你沒蓋緊 噴掉 喔 所以這個 原來如此 貼心小東西 好 難怪前兩天 好像在社團裡面 有看到有人在問說 後蓋怎麼開 真的嗎? 對啦 好 來 工具包 工具包 應該不會用啦 對 好 好的 接下來是 電門 OK 那功能 介紹一下 轉速 檔位 那 油量 待會還是要幫他補一下 OK 那時間有調整過了 時間是11分 那 水溫 好 時速 這邊 是 我大概幫你分享一下啦 這一半邊都是以里程數為主 這半邊都是油耗表現為主 OK 分別從兩顆按鈕控制 那 這個開始之前 我先幫你調螢幕亮度 因為 預設值 非常暗 預設值非常暗 怎麼調呢 兩個 同時按 會閃爍 對不對 閃爍 那我們按右鍵 選擇下一頁 時間都調過了 所以這個就調過了 三個圈圈 是預設值的亮度 我們按左鍵把它調整成最亮 OK 其實陽光底下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 不會像之前那樣嗎 不會 因為 以前那個 人家錄的那個都沒有調 早說嘛 害我在那邊罵得要死 好 這些都幫你就是略過 但是這個要調整 油耗表現幫你調1公升跑幾公里 好 OK 這樣子就比較清楚一點 OK 好 那我繼續 來右鍵 現在是轉速 數字顯示的轉速 OK 右鍵 這邊的話是預計剩餘的里程數 預計剩餘的里程數 那這個還不準 因為車子還沒有加滿到消耗 去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計算 所以他目前還不準 RES都是預計剩餘的 OK 所以他會同步閃爍 OK 總里程 各位數 可能是兩公里 好 再按一下 小計A OK 幫你歸零 按住歸零 按鈕 按鈕就可以 按住歸零 OK 小計A就歸零了 那包括他旁邊的 有一起跳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來 小計B 長按歸零 OK OK 好 又回來了 左邊的話 這個是預計剩餘的油量 但是這個現在也不準 沒有那麼少 對 來 再按一下 瞬間油耗 有沒有 瞬間油耗 這邊多個ABG 他就不是瞬間油耗了 是變成平均油耗 喔 ABG是平均油耗 好 來 0.0L 這個指數 剛剛你有沒有記得一個小計A Trip A 小計A 對他的行駛的油耗 喔 車的油耗 然後平均的時速 也是小計A的嗎 對 對 好 小計A的行駛時間 OK 好 又回來了 喔 OK 這樣 裡面內容 目前是這樣 目前OK OK 來 打開電門之後 循跡ABS燈一定會亮著 輪胎時速有10公里以上 就滅掉了 好 OK 好 那 你知道他有超轉燈嗎 我知道啊 但是我不知道他從哪邊射 隱藏功能 要不要選 早說 快快快 左鍵按數 按數再開電門 進入超轉燈設定 有沒有 預設值 蠻高的 一萬兩千五百轉 OK 左鍵可以調 你要幾轉 一萬三 你要萬三才能上 對啊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你就寫一下 後面這什麼 最高應該是這個而已 應該上不去了吧 125而已 對 好吧 它叫125 125就好 要不然它閃燈很亮 好 下一頁 右鍵是下一頁 好 這個是Range 就是指說你剛才是一萬兩千五百轉 如果你假設調一千 那就是一萬一千五百轉 就會慢閃 喔 那它越接近 還越接近就越快 閃縮的速度越快 那五百好了 那五百好了 五百好了 好 OK 下一頁 你想要閃光燈等級的亮度嗎 不要不要不要 預設就好 預設就好 OK 再下一頁 這個是轉速的 模擬你拉轉的轉速 這是 第一個 你看它第二個 再多一個 多一個 這個是 這個比較漂亮 算了 應該不會有人去看啊 誰會在那個轉速看那個儀表板啊 OK 這樣OK 來 開關的部分 跟你講一下 熄火開關 OK 好 那 如果發覺你 沒反應 車子沒反應 看一下 可以做動 OK好 那 這次的話 跟你講一下 循跡防滑的按鈕在於 早期的超車燈的位置 還有一個T OK 短按 沒有作用 你看儀表 如果我長按 就會 關閉 OK 但是你每次 你每次開關電門 他都還是開啟 預設開啟 預設都是開啟 對 好 那就把它打開 它只能開跟關就對了 對 只能開跟關 不能像有FreeCar那樣 沒有強弱 對 OK 對啊 好 來 全時靜燈 LED的全時靜燈 然後有兩顆定位燈 這道全LED也是全時點燈的 那 往後按 PASS燈 OK OK 往前按是遠燈 好 OK 雙黃燈 OK 好 喇叭 我在 捂住他 有聲音就好了 萬得要嚇到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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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方向燈 OK 兩側 好 OK 再來 後小燈 煞車燈 前煞 後煞 OK OK 好 沒問題 然後拉桿 拉桿的間隙 這個看依照 這個還是跟你講一下 有戴手套跟沒戴手套 每個人要的手感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有間距可以調 調的時候怎麼調 稍微往外搬 再轉 這個箭頭對不對 把這個轉盤 轉到 14個 OK 我建議一開始用 預設值3 會比較容易上手 好 那 有個問題問一下 安家教練 那他其實你在抓握的時候 他的寬度有沒有 手指的那個 有沒有比較建議 就是有些人 在抓的時候很喜歡拉桿很外面 然後有些人很喜歡拉桿在很裡面 這個其實看手感需要 但是我原則上建議 其實寬度 寬度不是重點 而是在於說 因為原廠的拉桿 他是以四肢手頭去做一個拉握 那如果說 我舉一個 打一個比方 我們調近一點 好 調近一點 但是有些人 煞車是不是用兩指煞 對 有人用這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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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人用喔 都有啦 都有看過啦 最常的就是這兩指 那你 我問一個問題 如果說你今天在過一個緊急煞車的時候 欸 來 看我這邊 是不是夾到手了 我這樣還沒有握很大力喔 已經夾到我的手了 我的手已經擋住拉桿 那是不是按不下去了 其實這樣子是有一個 煞車力道不足 對 有一個力道不足的情況發生 所以呢 我建議你喔 兩個部分調整一下 以原廠 假設以都不改 裝的情況下 原廠拉桿 我建議你用四指手機去拉 這樣是力道最大的 好 那因為 畢竟以現在來講 雖然有的人會說 什麼蓋棉被啊 什麼 但是以原廠的煞車來講 比較不會發生這種問題 尤其是搭配 如果說有上過我們的 安假的課程的話 會教你一些加減數的知識 讓你的重心轉移 那比較不會有一個 往前搬的問題 那教練我有問題 那下次安假是什麼時候 最近一次嗎 要發願 喔好 對 那以下如果有興趣的話 在底下留言 好 我還是先把你調回第三個好了 好 okok ok ok 車子就介紹到這邊 那 有問題嗎 教練我有問題 那 請問一下那個 安假的時間 有分 大小車嗎 有 我們八月部分是小車 九月部分是大型重心 那 日期跟時間都是確定的 還是還有可能會更改 可以追蹤我們高雄店的 HONDA粉絲專頁 那上面會有 腳編會更新 這樣子 ok 那安假的話都 車主限定嗎 車主限定 那 可以帶 如果說車主有朋友 要一起去 就是 體驗一下 就是簡單的 就是看一下我們的 教學內容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 朋友的 換 朋友去的時候 他也可以下場嗎 還是他只能在場邊看 主要以車主為主 主要以車主為主 就是不能換手的意思 OK OK 好 那我了解了 謝謝教練 好囉 車子在外面 我們去添車囉 呀 香啊 總算有車就有腳了 OK 車到了 車子交車了 我要去準備騎車了 大家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